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没有赶快来follow我们的步调呢 我们从新北市已经来到了桃园地区咯 跟着两集呢 其实我们介绍了中立 介绍了清普特区 还有非常精华地带的卢竹区 以及我们的桃园区 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的再往南走一点点 来到我们的客家大本营 也就是杨梅 平镇 新屋 龙寒 也都有非常多的观光景点休闲的地方 是我们大家的休闲好去处 但是这些地方还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呢 我们马上就要来 有请到今天的三位嘉宾 来帮我们一探就近了 首先要来欢迎的是 一样我们的一日台长 桃园市不动产仲介工会理事长 王瑞奇理事长 主持人好 还有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接着要欢迎我们的新面孔 也是要非常资深的太平洋房屋杨梅店的张宏祥电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以及要欢迎 也是太平洋房屋平镇中风店的旅学应电东 电东好 主持人好 以及台长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哇 这一集呢 我们也 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啦 所以真的要靠大家多多帮我补充一下知识 还有帮我们电视机前 这个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了 想要来了解 更进一步来了解我们的杨梅啊 新屋比较桃园南部地区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甚至适不适合买房子租房子呢 如果在这边置产的话 可以有什么样的优势 这些呢 希望今天透过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都可以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首先就要交棒给我们的台长咯 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四个区域的一些特色好了 好 我这边有一张手板 大家很清楚 我们桃园来讲 分成南桃园和北桃园 那南桃园来讲 大概都是属于客家族群的聚集比较多的地方 也就是属称的客家庄 那北桃园大概就是属于传统叫闽南庄 那事实上严格来讲 其实整个桃园来讲 大概都已经族群非常融合了 那包括你说是外 我们说的叫外省族群 或是说原住民族群 或是一些新住民族群 其实在整个桃园来讲 在遍布都算是蛮均匀的 那像南桃园来讲 比如说以平正 中立 杨梅 杨梅 新屋 大溪 这几个区块呢 就是属于我们传统叫刚才讲的 客家大本营的客家庄 那么杨梅跟这个平正 还有龙台跟大 跟我们这个新屋区 基本上他们都是以休闲为主 但是呢 因为人口集中 所以自然就会形成了所谓的都会区 就是所谓市地重化 或区段征收的这个重化区 所以它各有各的一个地方的特色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中立的它人口 因为它有大概差不多50万人口 50万人口 人多了之后呢 自然就往它周边的所谓的平正区 来所谓的人口来一直的所谓的宜居 所以平正的区块跟中立的区块呢 基本上它是 基本上是有点重叠性的 那平正区跟龙台区呢 他们发展的呢 基本上有些是以所谓的农业休闲 那这几年因为工业的不断的起来 就从民国大概60几年 农业转工业的时代 所以平正区也有所谓的 所谓的我刚才讲的产业链的部分 工业的产业链部分 在平正区也分布的很多 好比像平正工业区 那至于说龙台区呢 它就原本它就属于客家庄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龙台大池 或者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休闲产业去吃什么 吃这个去山上吃这个叫庭院餐厅 我想在龙台这个区块是很多的 非常多的 那至于说新屋跟洋梅呢 它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 鱼肉嘛 客家菜嘛 这个区块就很多啦 但是呢 重点就是说 这个区块适不适合 我们这个移居到这个区块呢 我相信绝对非常移居的 而且呢 重点在于它的房价非常的亲民 包含土地哦 它的土地都非常的便宜 那它的农地来讲来讲 当然农地它本来就是所谓的耕种 但是现在这几年流行 所谓的休闲产业 所以呢 在这个区块 如果说您有想要做一个休闲使用 或者是当您有一块土地 或者你想要来桃园 来买一个所谓的休闲农业使用 甚至于在这边弄个所谓的 我们说小农庄 还是做农舍的话呢 这个区块非常亲民 像新屋的农地 大概从一万块就买得到啦 在台北市可能要三十万四十万 新北市可能要二十万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就是说你 你到桃园来做整体的一个规划 所以说CP值非常高嘛 所以今天呢我想这个等一下 我们就是有请两位专家嘛 一个就是我们洪翔电东 跟我们学印电东 它们分别是这两个区块 它们已经经营了二十几年的电动 它们会帮我们做一个充分的解说和介绍 好 所以当然我们首先呢 先交棒给我们的洪翔电东 好 那主持人 那跟各位观众大家解说一下我们 我先从新屋讲好了 好 因为新屋其实它人口很少 它只有四万九千人 四万九千人 那新屋成交的状况 其实量也很少 它甚至有时候一个月 你如果房子成交 可能都在各位数 所以新屋来讲 你用价量的一个状况去分析 其实有困难 有困难 其实它的透天房子 三四百万所在都有 但是你看它的成交的记录里面 你会发现 它可能成交均价 有时候会超过二十万 那是因为农舍 或是新屋的别墅 所以它的你从数字上去分析很困难 所以这边会建议 其实它这个区域你要现场来看 然后适合退休的人 退休养老或是像要做精致农业 都可以来这边居住 那它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是一个多坯的一个 多坯的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桃园的特色 很多的皮堂 很多的皮堂 那这边的皮堂也造就了这边特殊的景观 所以如果说要买这边的房地产 可以来我们各区域的 那个不动产中介做参考 来做一个讨论 那接下来我介绍我们的崖梅地区 那崖梅地区它是属于 它有四大生活圈 四大生活圈分成崖梅地区 它还有就是高山顶 还有一个就是富岗 那它各有特色 像我们扬梅 扬梅它现在目前有比较大的建设 就是我们的五阳 已经通车了 五阳的那个闸道 它也算是一个交流道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行政 行政特区 就是我们的公所现在也改建 进行当中 那第二个就是浦兴 那浦兴现在今年的十月 会开始动工是体育园区 有8.5公顷 就在我们扬梅交流道 浦兴路段旁边这里 阳光中小学旁边 就有一个预定地 那今年就会开始动工 那另外就是高山顶的生活圈 高山顶生活圈 它现在也已经在动工 就是幼师工业区那里 有一个幼师交流道 它目前青连路要做拓宽 拓宽成五线道 就是扩大它的交流道的腹地 那之后的进出会更方便 那幼师工业区也是我们的矽谷圆区 桃园市矽谷圆区的重点区域 就在我们的幼师工业区 另外就是富岗 富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设 已经完成就是我们的台铁基地 它是台湾目前最大的一个台铁基地 也是台铁的铁路医院 那另外它还结合了观光 那所以富岗这个区块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 未来一个发展区域 那雅美整个来讲有三个 这样总瓜有三个交流道 三个火车站 在我们一般行政地区里面 雅美区算是一个特例 三个交流道三个火车站 然后前天应该算是三天前 那个市政总咨询的时候 那市长也承诺在选前 选前我们的雅美青浦高铁的快捷公车 在选前要开始试营运 所以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高铁 这一个交通动线 那快捷公车的运输 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我们整个雅美人口的成长 也非常快速 那雅美人口成长 近八年来 每年都有两千多个人的移居 所以雅美是每年就很平均 两千多人 两千左右 一直在成长 那雅美 他这几年 他算是一个突飞猛进 改头换面 非常值得大家投资 像这一两年还进来 大家都知道麦当劳是一个房地产指标 麦当劳又进驻了一家 现在已经两家 也是这一两年 肯德基又进驻了一家 包括这一两年进来还有 Starbuck 所在都有非常多的一个 连锁大型的一些企业 都进驻了我们雅美 所以雅美后期 会越来越值得大家关注 以上 那给大家参考 谢谢 所以没有说人口外移很严重 这样的一个现象吗 刚刚听您讲说 其实是有稳定在成长的 所以他其实最吸引一般人入住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价格平易近人 真的平易近人 而且其实该有的也都还是有 包括说您刚提到三个火车站 然后三条交流道 平常不管是开车搭车的 都OK 那当然也算是发展一个蛮完善的 一个生活圈 然后又休闲 放假还是可以去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算是蛮完善的 那当然我们也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杨梅新屋介绍完了吗 再接下来是换到平正龙潭 又更往南一点 那这些地方跟杨梅有什么样的差异 或是相近的地方 我们请吕电龙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谢谢玩玩主持人 那个平正交流道大家都知道 从台北下来一下就到 那下来之后就民族路 民族路左边是中立 所以我们跟中立平正是一见之隔 那还有我们的右边就是我们文化国小 文化学区 这个商圈非常好 那个升学力也非常高 还有在旁边就是复旦中学 复旦国小 复旦高中 升学力非常好 那考到武林高中的中立高中非常多 再来上面一点就是六合高中 六合高中也是升学力非常好 那再来我们的平心国中 平心国小就在旁边而已 再来玉达商圈 玉达高中 玉达商圈 就在我们也是在周遭 再来就是那个平正区工所 在我们正习记录 平正国中正对面 都是我们的平正区工所 那个商圈也是非常完整 再来的平正国中 平正高中 这次大家知道 青棒 参加美国的棒球冠军 这是我们平正高中 我也去接级 因为我小孩子也在平正高中 当副卫长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 那上次也得到黑豹旗的冠军 那这个富邦的黑豹旗冠军 再来就是我们的 那个山子鼎的商圈 山子鼎商圈 里面有祥安国小 还有那个 坐在周遭 那而且那边有工业区 那个我们的平正工业区 三十几工业区 再加上我们的就业机会非常多 而且平正本身就是这个麒麟的文化 它的地图形状就像麒麟一样 长得这样 所以叫金麒麟 之前我们的市长就讲金麒麟 那还有我们的就业机会非常多 而且有那个很多的工业区 与临心的工业区也除了那个平正工业区之外 还有复旦工业城 还有农田工业城 还有很多的临心的工业区 那生活经济非常便利 有大型的大麦厂 那个大润发 还有我们的佳乐福 都有美食的商圈都可以 都可以吃饭 都可以一日游都可以 那未来 而且我们的平正火车站 铁路地下化之外 我们这边会延伸到我们的铁路地 那个平正火车站 会设立 所以将来那边的 生活国小的商区也是 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大 那还有我们最近的 运动公园的成立 里面有温水游泳池 那里面还有可以做很多的运动的项目 它的总面积是10,637平方公尺 而且造价4亿1512万 这个工程在明年我们就完工了 而且在就是平正那个重化区里面 这个也是未来的发展潜力 那边也带动周遭的生活机能 娱乐运动健康快乐 平正目前有几个重化区 现在目前就是三十顶重化区 对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运动中心 就是在那个地方 对 三十顶重化区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区域 从我们的中心路一直往北 到我们的台66 到往东 东市还有老街西 这整个是我们的平正的重化区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农地 所以未来将来也会变成 那个都市计划的那个建筑用地 所以未来平正非常发展 所以说他们可能接下来农地 可能都会改变成建筑用地了 对 所以比较没有在倾向发展观光修行的这个重点吗 观光也有 就是我们的艺民庙 就是以卫战役的那个博物馆 也是在我们的文化国 就是在平新国中正旁边而已 也是一个小小的景点 那龙潭的部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补充一点 龙潭都以休闲 而且本身住宅非常好 空气好 大家都知道石门水库 登山布团 对 那些都是龙潭 还有龙潭大池 对 那之前为什么叫龙潭 那边说以前有一个黄龙出现 所以在那边就叫龙潭 所以这个龙潭部分 它有北厄高的第二交流大 那边也是未来的发展潜力 那它会不会就是比较适合是退休生活 就是可能不太适合年轻人住在那个地方 也不会 它那边的话 也生活基点也非常方便便利 对 有比平镇便利吗 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对对对 因为 就是住的地方更是 最重要是有好山好水 对对对 然后也像后花园 对 对我们有提到过 OK 那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好像是 这两个 应该说这四个地区来讲 除了基本的就是生活机能 该有的 也算是应有尽有 那再来交通的枢纽也都有 诶 平镇跟龙潭的交通 大多是靠什么 也是靠那个北二高交流道 还有66快速道路连结 但如果是通勤族的来 来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对 通勤族有 就是说除了开车之外的人 像那个有免费的公车 像平常那些都有免费公车 龙潭免费公车 对 那龙潭这边还有做一个712 刚完成的 712的那个 龙潭捷运永林站 这也是刚完工 它是从那个龙潭的 运动公园一直到我们的大溪交流道 这边整个都是连结在一起 对 OK好所以最后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好了 我们刚才听到这四个区域呢 虽然是我们的客家庄 客家大本营 但他们同时呢 呃在基本的这个商圈住宅区 呃交通也还OK 好也还OK的情况下呢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价格房价很清明哦 而且呢更可以接近我们的后花园啦 所以如果说您是比较重视这个休闲生活品质 好不希望每天都是在这种忙忙忙忙路啊 用用路路的这种工作生活 好希望比较可以重视一下这个家庭生活的话呢 诶可以选择这几个地方是比较宜居的城市 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要深入的了解 有关于他们的一些物件怎么样啦 或者是更深入的来了解相关的房市议题 接下来呢我们就留到我们下一part继续带大家深入来追踪